J20是由中国独立自主研发的五代机 是中亚地区最先进的战机 其先进性能超出外国人士的预测 但是国外知名网站上有美国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印度不怕J20隐身战机 印度一直以大国标榜自身 为了加强本土军事力量 选择大量从国外进口各种先进武器 硬生生用钱砸了个世界第四军事大国的地位名套 但是显然印度也没有放弃研制各型的本国武器 而在五代机方面 印度仍然处于空白状态 印度早先与俄罗斯共同合作研究苏武器 也因为战机性能无法令他满意而撕毁合作协议 随着俄罗斯孤身重启苏武器计划 美国也开始大量出口F35 印度一方面在寻求购买F35的门路时 一方面也要考虑是否购买当初自己看不上的苏武器 至今仍然在五代机方面空白一片的硬度 对上J20几乎没有任何胜算 那么为何印度还胆敢扬言 不怕J20隐身战机 对此很多观察人士发表了看法 有人认为仅有30架左右的J20 没有道理会对印度造成威胁 还有人认为 对付印度空军J20系列就够了 不用紧动J20这尊大佛 如此看来印度人没有害怕J20的理由 至于是不是害怕J20那就不知道了 印度五代战机的梦想做得有点久 但是万国造并不能拼走出一副世界顶尖的五代机 在自身实力不够的情况下只能受制于五代机出口国 想买F35又要等美国审批 况且估计美国的洛马也不愿意将F35卖给印度 毕竟各种战机都喜欢到印度的国土上 代工坠毁 保全名胜要紧 有位印度网友对开头的问题给出了别居一格的答案 他认为J20根本就不是用来吓唬印度空军的 跟印度没有半毛钱关系 根本不用害怕 也许天生自带迷之自信的印度人 想法简单也是一种快乐